身为客人的李源吉 具备作案动机 却没有作案条件 那么除了他之外 在李建成身边 是否还存在另一个 对李世民 暗藏杀鸡的人物呢 魏征曾经向他提过这个建议 就是说这个兄弟相征 关键别人都不重要 就是关键就是你们俩人 如果把秦王拿下 那秦王府就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很简单 任何一个熟悉唐代历史的人 恐怕都不会对魏征感到陌生 在李世民成为唐太宗之后 魏征作为中国历史上 最为著名的建臣 与李世民一起 上远了一段被后世 奉为君臣关系典范的佳话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 魏征其实是太子李建成身边的重要模式 出于秦贼先秦王的考虑 魏征曾经多次向李建成提议 除掉李世民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对兄弟的政治纷争 但对魏征颇为器重的李建成 却一直没有同意魏征的这条建议 殿下 魏征绝不会在没有殿下指示的情况下 对秦王下毒 秦王中毒 一定另有他有 在是否除掉李世民的问题上 魏征与李元吉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魏征毕竟只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谋士 如果没有太子的同意 他是没有能力擅自对李世民下手的 这可不是 太子殿下 宫里来信了 就在李建成恍然不知所为之际 唐高祖李元给太子发来了一道斥令 秦王肃不能饮 自今无得负夜饮 值得注意的是 李元的这道斥令 并没有追查李世民中毒的缘由 仅仅是要求太子今后不要再与秦王喝酒 而给出的原因竟然是 李世民一向酒量不好 李世民不善有酒 这皇帝的话 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喝点酒有可能醉 这是一点 喝多了 这个未出血也不是不可能 喝多了有可能引起未出血 吐点血也正常 但是就说一定是投毒 这是 这有可能是个库若基的表达 究竟是被投毒了 还是李世民用了苦肉计 这个事说不清 发完了给太子的斥令 唐高祖李元亲自来到秦王府 探望李世民 卧榻之前 父子二人进行了一番 推心致富的谈话 朕看你们兄弟 似乎难以相辱 一起住在京城里 难免要发生纷争 朕应当派你返回形态 离物具洛阳 后来 祖皇你不仅仅是让东宫 不要再喝酒 他还做了更重大的决定 就是让李世民去墨阳 把这个陕西一东 交给李世民管 那要分裂天下 这个是个重大决定 所以秦王府很高兴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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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儿臣不愿离开父皇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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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都是一家 东都和西都两地 路程很近 只要朕想念你 便要动身前了 后来这个事情被拦住了 那就是被太子和秦王拦住了 他们计算了一下 如果李世民真的去了洛阳 问题严重 那是洛阳这边的条件更好 资源更丰富 如果以后皇帝不在了 兄弟之间 敌国相争的话 可能打不过一身 便一定要把他办在这个长安 于是就找大臣 找皇帝去说 最后其实皇帝这个命 就没有执行 就没有让李世民去洛阳 把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各自管辖 对于身为开国皇帝的李渊而言 这个决定绝对充满了痛苦与挣扎 常言道苦腹无权子 但又有谁能知道 对于一位皇帝而言 拥有一个胡子 会有多少难言的苦衷 更何况这样的胡子还不止一个 所以李渊是一个很挣扎的状态 就是他一方面是个父亲 不希望看见这个兄弟蝶血 儿子们忽然参杀 这也太悲惨了 但是他又是皇帝 他也不希望国家陷入混乱 可是这皇帝角色和父亲角色之间 是有矛盾的 如果他仅仅是皇帝 那谁斗争就干掉谁就行了 可是他父亲 那些父亲他不明对儿子 亲生儿子下手的气 他们做不到 所以他希望平衡这两个角色 所以他才会这样 看你们兄弟相争这么狠 这太可怕了 干脆把你们分开吧 距离上分开 在一起不就够打了吗 那个去洛阳 这个刘长安 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时候是不希望儿子相争 父亲的角色占了上风 但是当东宫来说何的时候 派大臣来说的时候 一说以后可就更危险了 那就不是两个儿子相争 那成了天下相争 这时候他皇帝的角色又战胜了 是这样 天下打起来 成千上万的人要为此牺牲 是吧 算了别派他去 他又收回成命 就是他在这里面 你就能看见父亲的角色 和皇帝的角色很挣扎 这是李渊最痛苦的地方 东宫獨九案 如同之前的阳门干事件一样 都是围绕着太子储君地位 所展开的较量 较量的直接目的 都是借机损害太子李建成 在父皇李渊心目中的形象 两起事件中 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始终处于被动 只是依靠父皇的友谊才侥幸过关 我们可以假设 如果这两起事件真的导致李建成太子之位不保 那么最有可能的继任者会是谁呢 毫无疑问 先后扮演评判公产 与独九受害者的李姓林 绝对是太子之位最佳的继任者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假设 李建成和他身边的谋士一定也曾做过 正是这两起不了了之的事件 使得李建成与李世民 这对皇族兄弟的矛盾 上升到的无穷而必守线的境地 两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已经见在弦上 不可避免 公元626年6月30日深夜 宫内传来消息 谭高祖李渊将在明日早朝之上 正式宣布对李渊吉行军元帅的任命 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对此有何反应 在这个关键时刻 魏征却病倒了 太子李建成来到魏征府邸 他需要听一听自己这位重要谋士的意见 殿下眼下之事虽有利于东宫 然秦王却非束手就秦之辈 所谓穷口莫追啊 魏征跟这个太子关系还是不错 太子在很多方面也是听出魏征的主张的 但是只有这个事儿太子没有听 魏征建议杀掉秦王李世民 太子没有听 略是大赢之计 要小心行事啊 你还是先保重自己的身体 臣无恙请太子三思啊 太子为什么没有听这个建议 想来呢 大概最多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本朝圣证都 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他觉得这极端手段回头也很麻烦 是吧 回头怎么对待父亲 这就是很麻烦 所以呢 稳妥一点比较好 从玄武门之变的发展过程来看 此时的李建成似乎并没有把魏征的警告 放在心上 也许在他看来 随着李元吉掌握兵权 李世民最大的政治资本也将离他而去 凭借着父皇的支持 身居太子之位的李建成 可以轻而易举地架空李世民 从而顺利继承大头 既然可以不流血地战胜李世民 为何还要多次一举地 对自己亲弟弟的生命下手呢 司马光笔下 那个姓颇人厚的李建成 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悄悄靠近的危险 就这一点而言 李建成与他的父亲李渊 确实有着太多性格上的共同点 人厚 这是大家对他的公认的评价 人厚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人厚在什么时候是优点 如果真的是治理国家 他跟百姓打交道的时候绝对可以作为优点存在 他永远不把别人往最坏的那个方向向 但是不把政敌往最坏的方向向 最后就可能把自己缔造成刀架 所以我想李建成是一种倒霉的 他倒霉的就是他生在这样一个比较动荡的这个年代 就是需要争皇位的这样的一个年代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前提 没有天下大乱他必必建功立业这样一个大前提 让他成为一个稳定时代的君主的话 他可能成为一个好君主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 可能血腥本身更有力 离开了魏征 太子李建成疲惫地回到了东宫 开始在心中设想明日早朝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向来能干多谋的李世民会乖乖地交出兵权吗 无论如何有着父皇的圣旨 李建成实在想象不出李世民还能作何反抗 一切事情似乎都在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属于李建成的时间在无声中迅速流逝 此时的李建成肯定不会想到 一盘第四棋局已经开始布局 只待他最后落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